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一樣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我之前有PO過一個要拿動物照片 推薦送禮的影片 那最近有人教我說 其實只要送水果就可以拿到照片喔 那我自己也有照著方法實測了一下 我覺得這方法真的很有趣喔 所以我今天要來推薦大家來使用看看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就是要送禮的水果 而且這個水果必須是非本島特產的水果 像我的島上是蘋果島 送蘋果給動物他們是不會回禮的 可能是吃到膩了吧 看到蘋果都會胖 那我身上就有這些橘子啊 水蜜桃 梨子 櫻桃 然後我也準備了椰子 椰子只有一顆 椰子應該也行得通吧 那再來呢 我要把我身上的道具欄空間全部給塞滿 算看起來非常的不好看喔 那這樣子做是因為我們道具欄都塞滿了嘛 所以動物想要回禮給我們的時候 他會沒辦法回送給我們喔 再來是我們要把錢包給塞滿喔 因為錢包也滿了 他們就不會給我們錢了 不過我也有聽說啦 其實錢包不用塞滿也沒關係 但我這個人就是比較沒膽 不是 我是說比較謹慎 所以我還是要來把錢包給塞滿 直接點這個最大可攜帶金額 好的 現在就是整個爆倉的情況下 那動物想要給我們回禮的時候 卻沒有辦法給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用寄心意卡的方式來給我們回禮 而心意卡也不能寄錢過來 所以我們就一定能收到實體的禮物喔 所以內涵照片的可能性也很大喔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送禮給村民啦 趕繁來的蓬花 他在默默的舉牙裡 偶像有需要練二頭雞嗎 請收下這個 給他梨子 就是像這樣子 他就會改用技了 奧利 肚子餓的話我下面給你吃 然後這個嗎 突然覺得自己的招呼與射的實在是有點不妥 送給你櫻桃好了 好的 好了 耳光 你怎麼每次都擠在這裡 耳光真的好可愛 來我也給你櫻桃 親一個 來 他說不過沒關係這五個字 好清楚喔 遠仁 換了新家的遠仁 來 這個給你 我送你桔子好了 我送你橘子好了 我送你橘子好了 哇 爽子 我沒人 你還好呢 你還好嗎 你先不打 我就跳起來 你再勾好 你再勾好 我以為你如果要我 你再勾好 你再勾好 台詞跟耳光一模一樣 可以嗎? 我比較希望阿一來我家過夜 她家比較破 沒有地方躺 哈哈 真受不了你 小潤坐在這裡喝飲料 坐著沒辦法給禮物啊 瞧瞧 走啊 唱歌啦 走啊走啊走啊 這個給你啊 梨子 好 再來就換阿彪家 我很過為送阿彪這件報紋衣欸 我原本想說給爆穿報紋應該很適合吧 結果阿彪穿起來真的很像歐巴桑 有點後悔啊 你看起來很忙喔 當然啊 你們覺得呢 這件衣服適合阿彪嗎 我該不該去公所檢舉一下 好了 阿彪T 給你梨子 這台詞也是跟阿彪一樣的 檸檬娜檸檬娜 請收下這個 給你櫻桃好了 給你櫻桃好了 好就可以期待他們會寄什麼東西過來 室配阿 來這個給你 來這個給你 給你桃子 成功送達 最後呢只剩下 只剩下小潤 有了小潤在這 人家在送檸檬娜在那邊配上可怕的BGM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哈囉哈囉 不要唱這首好不好 我來幫你換一首歌 不然人家在送你在那邊唱恐怖歌 好像我要毒死小潤一樣 好啦 這樣就全部送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等隔天 我們就可以在信箱 收到他們寄來的禮物了 不過呢 我在昨天已經先送過一輪了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先來開他們昨天 這個不是喔 這個禮物才是 我現在就可以來 我現在就可以來 收一下他們昨天送給我的禮物 然後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然後呢我們也可以看 就是說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用心意卡寄給我們 那個內容會是什麼 因為會跟平常寫信的會比較不一樣 這是前陣子我沒辦法給你的禮物喔 請你收下吧 雖然我也想親手把禮物交給你 但說不定偶爾像這樣附上心意卡寄給你也不錯呢 希望你會喜歡這份禮物 奧利比 奧利的心意卡也是長得很豪華 才是耳光的 給最棒的借借大大 之前真是謝謝你 那時候沒辦法給你的謝禮 我一起寄給你喔 我想說要是忘記就糟糕了 所以在那之後就馬上準備好囉 嘿嘿 希望你收到了會很高興 心情超級好的耳光 我也超級好的 能收到耳光的信就是開心 親愛的無界 依照我們那時候約定好的 我把之前沒辦法給你的回禮機給你囉 無界本來就應該收到這份禮物的 所以一點都不需要客氣喔 檸檬娜進上 再來是史培亞的 給能幹的借借大大 這是不是有什麼隱喻呢 之前真是多謝你為我費心啊 你還挺厲害的嘛 我都有點感動了 那時候沒辦法給你的謝禮 我馬上就幫你寄過去了 別客氣 儘管收下吧 感動的史培亞比 好 再巧巧的 給親切的無界仔 他們每個人都給我取一堆綽號 然後大家都用不一樣的 之前沒能給你的謝禮 我立刻就寄給你啦 這可是我特地為你選的 你就別客氣儘管收下吧 那時候還真是多謝你了 我非常高興喔 容易害羞的喬喬比 喬喬就是那種外表看起來 很鋼鐵 但是內心卻是很豆腐的那種 紅花 別人無界 之前真是謝謝你 欸 這真的有差欸 你看這種剛來的 剛搬進來的就是 第一人無界就是規規矩矩的 然後前面那些老屁股就是 都是在那邊隨便亂稱呼的 之前真是謝謝你 我把上次沒辦法給你的謝禮寄給你了 算是我的一點心意你就收下吧 你不覺得這張心意卡也超讚的嗎 是我知道無界的感覺選的 你還喜歡嗎 好 阿一 給智友無界 耶 是智友 我把之前沒辦法給你的禮物和我的感情知情一… 感謝知情 我直接看成感情 對不起 我把之前沒辦法給你的禮物和我的感謝知情一起寄給你啦 雖然我差點就忘記這件事 不過該做的事就得好好做 嘿嘿 快收下吧 氣勢滿滿的阿一筆 他寫什麼我都會看成是情書喔 遠仁 給很有度量的無界 真的很謝謝你之前幫我這麼多忙 我把那時候沒辦法交給你謝禮寄給你了喔 因為沒辦法親手送禮物給你 所以我把滿滿的謝衣都放進這份禮物裡 希望你會喜歡 幸福滿滿的遠仁筆 這個遠仁是新的遠仁喔 我們還在培養感情 小潤 土芥芥達達 上次我很只謝謝你 但你帶了太多東西所以沒辦法交給你 我要再次將自己的感謝之意 專進禮物裡送給你 Franc 小潤 我覺得我這樣子 朗讀的有點問題耶 我就是這個 那個安安不分的實況主 給我最棒的朋友無界 之前正是多謝啦 有恩必報 這可是我的座右鳴喔 那時候沒辦法給你的謝禮 你就爽快的收下吧 情緒激昂的阿彪筆 OK 那我們就可以來一一的拆這個禮物了 會不會拿到照片呢 雖然我已經照片都有了 然後剩兩個就是彭花跟新來的遠仁 他們還太新了 應該是拿不到 其他人會給我第二張照片嗎 諧星衣服 雨衣 迷彩 怎麼都送衣服類的 給個傢俱嘛 會提斯面具 這個結果我覺得非常的殘念喔 不過也是因為我幾乎所有村民的照片都已經拿過了 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說那麼好入手第二張照片 那如果各位都還沒入手過照片的話 可以試著用這個方法啦 因為你送水果他們也不會擺在家裡嘛 就是完全不會破壞他們的家具 我覺得這個方法的確是蠻好的 就只是禮物你可能要隔一天才拿得到啦 今天就推薦這個方法給大家啦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 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先把這個魚收起來 然後呢 我先把阿一的照片拿下來 那其實照片還有一個小秘密喔 那就是照片也可以改造喔 你看 它可以改造這個相框 有這些框可以選 那阿一我就是給它一個金色的 讓它顯示它的不凡喔 阿一的照片改造完成 那像我後面這邊也有一張阿一的照片 這邊再放一個 另外一個照片的小秘密就是你對著照片 然後按一下圈 然後它這邊就會顯示這是阿一的照片 嗯 後面寫了一些小字 它會寫說 阿一的生日 8月1號生 獅子座 最喜歡的一句話是 必殺技 因為我之前的照片都是像這樣子掛在牆上的 所以我不知道說原來對著照片按下那個圈 還會有隱藏的訊息在背後 那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喔 否則要移到這邊來了 難過 這個位置要留給蓬花了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 來吧